第七回 薛媒婆说娶孟三儿 杨姑娘弃骂张四舅 诗曰 话说西门庆家中一个卖翠花的薛嫂 提着花香一地里寻西门庆不着 因见西门庆贴身时的小司戴安便问道 大官人在哪里 戴安道 俺爹在铺子里和富二叔算账 原来西门庆家开称药铺 主管姓富明明 字字新 排行第二 因此呼他做富二叔 这薛嫂听了一直走到铺子门首 先开帘子 见西门庆正与主管算账 便点点头 换他出来 西门庆见是薛嫂 连忙撇了主管出来 两人走在僻静处说话 西门庆问道 有甚话说 薛嫂道 我有一件亲事来对大官人说 感情证你老人家意 就顶死了的三娘的窝何如 西门庆道 你且说这件亲事是哪家的 薛嫂道 这位娘子说起来你老人家也知道 就是南门外贩布扬家的正头娘子 手里有一份好钱 南京拔布床也有两张 四季衣服插不下手去 也有四五只箱子 金拙银穿不销说 手里现银子也有上千两 好三缩布也有三二百桶 不料他男子汉去贩布死在外边 他守寡了一年多 身边又没子女 只有一个小叔 才十岁 青春年少 守他什么 有他家一个嫡亲姑娘要主张着他嫁人 这娘子今年不上二十五六岁 生得长跳身材 一表人物 打扮起来就是个灯人 风流俊俏 百灵百利 当家立即 真执女工 双路棋子不销说 不满大官人说 他娘家姓孟 排行三姐 就住在臭水巷 又会弹一首好乐琴 大官人若见了 感情一见就上舵 西门庆听见妇人会弹乐琴 便可在他心上 就问薛嫂 既是这等 几时相会看去 薛嫂道 相看倒不打紧 我且和你老人家记忆 如今他家一家子 只是姑娘大 虽是他娘舅张四 山核桃 插着一格里 这婆子原嫁于北边半边街 徐公公房子里住的孙外头 外头死了 这婆子守寡了三四十年 男花女花都无 只靠直男直女养活 大官人只道在他身上求他 这婆子爱的是钱财 明知直儿媳妇有东西 随问什么人家他也不管 只指望要几两银子 大官人家里有的是那销段子 拿一段买上一袋礼物 明日亲去见他 再许他几两银子 一拳打倒他 随问旁边有人说话 这婆子一粒张竹 谁敢怎地 这薛嫂一席话说得西门庆 欢从鹅角眉间出 喜相塞边笑脸声 正是 眉朔殷勤说始终 梦姬爱嫁富家翁 有缘千里能相会 无缘对面不相逢 西门庆当日与薛嫂相约下了 明日是好日期 就买礼往他姑娘家去 薛嫂说壁话 提着花香去了 西门庆进来和复火级算账 一宿晚景不提 到次日 西门庆早起 打选衣帽整齐 拿了一段尺头 买了四盘羹果 装作一盒蛋 叫人抬了 薛嫂领着 西门庆齐着头口 小厮跟随 进来阳姑娘家门首 薛嫂先入去通报姑娘说道 进边一个财主 要和大娘子说亲 我说一家只姑奶奶师大 先来敌面 亲见过你老人家 讲了话 然后才敢去门外相看 今日小媳妇领来 见在门首四后 婆子听见 便道 阿亚 宝山 你如何不先来说声 一面吩咐丫鬟 顿下好茶 一面道 有请 这薛嫂一力窜躲 先把核弹抬进去板下 打发空核弹出去 就请西门庆进来相见 这西门庆头戴禅宗大帽 一口一声指教 姑娘请受礼 让了半日 婆子受了半礼 分宾主坐下 薛嫂在旁边打横 婆子便道 大官人贵姓 薛嫂道 便是咱清河县数一数二的财主 西门大官人 在县前开个大声药铺 家中前过北斗 米烂陈仓 没个当家立即的娘子 闻得咱家门外大娘子摇架 特来见姑奶奶讲说亲事 婆子道 官人倘然要说俺侄儿媳妇 自嫩来闲讲罢了 何必费凡 又买礼来 使老身确之不公 受之有愧 西门庆道 姑娘在上 没得礼物惶恐 那婆子一面拜了两拜谢了 收过礼物去 拿茶上来 吃壁 婆子开口道 老身当言不言为之诺 我侄儿在时 挣了一分钱财 不幸先死了 如今都落在他手里 说少也有上千两银子东西 官人做小做大我不管你 只要与我侄儿念上个好经 老身便是他亲姑娘 又不格从 就与上我一个棺材本 也不曾要了你家的 我破着老脸和张思纳老狗做臭毛鼠 替你两个硬张主 取过门时 欲生辰时节 官人放他来走走 就认俺这门穷亲戚 也不过上你穷 西门庆笑道 你老人家放心 所说的话 我小人都知道了 只要你老人家主张得定 修说一个棺材本 就是十个 小人也来得起 说着便叫小思拿过拜侠来 取出六定三十两雪花官银 放在面前 说道 这个不当什么 先与你老人家买盏茶吃 到明日取过门时 还你七十两银子 两匹段子 与你老人家为送中之姿 其四十八节 只管上门行走 这老前婆黑眼珠 见了二三十两白黄黄的官银 满面堆下笑来 说道 官人在上 不是老身一小 自古先断后不乱 薛嫂在旁插口说 你老人家忒多心 哪里这等计较 我这大官人不是这等人 只嫩还要多着和而认亲 你老人家不知 如今知县知府相公 也都来往 好不四海 你老人家能吃他多少 一喜话说得婆子 屁滚尿流 吃了两道茶 西门庆便要起身 婆子挽留不住 薛嫂道 今日既见了姑奶奶 明日便好往门外相看 婆子道 我家侄儿媳妇不用大官人相 宝山 你就说我说 不嫁这样人家 再嫁慎样人家 西门庆作词起身 婆子道 老身不知大官人下降 匆忙不曾预备 空了官人 修怪 主管送出 送了两步 西门庆让回去了 薛嫂打发西门庆上马 因说道 我主张的有礼吗 你老人家先回去吧 我还在这里和她说句话 明日需早些往门外去 西门庆便拿出一两银子来 与薛嫂坐驴子前 薛嫂接了 西门庆便上马来家 她还在杨姑娘家 说话饮酒 到日暮才归家去